场里飞进来一只猫头鹰 工人们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 对它不停地拍照 可能是受到了惊吓 猫头鹰始终没有找到出口 一头装在了玻璃上 见此情况 车间主任立刻决定要把它解救出来 在商讨过后 很快开始实行第一个方案 那就是用食物来引诱它 让猫头鹰自己飞到出口 可一直等到了天黑 它貌似有所警惕 始终观察四周 没有挪过位置 考虑到工厂占地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挂一坨肉 于是节目组找到了鸟类专家 专家在观察后说 只有让猫头鹰感到疲惫后 才能抓住它将它放走 为了尽快解救猫头鹰 节目组请来了无人机竞速的世界冠军 希望它能遥控无人机追赶猫头鹰使其疲惫 为了避免伤害到它 男人还在无人机上装了保护罩 穿戴好装备后第一次尝试开始了 无人机在空中飞行不久 便发现了猫头鹰的踪迹 可能猫头鹰也想不明白 后面为什么一直有个东西跟着自己 在飞行了一段时间 它的速度开始变慢 还想找个地方落脚休息 但无人机根本不给它机会 最终猫头鹰体力不值正在缓缓下降 而下面的工作人员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下就把它给抓住了 兽医第一时间对它进行了检查 在发现没有受伤后将它关进了笼子 带到实验室又来了一次全身体检 考虑到现在正式交配的季节 最终工作人员将它放回了大自然